现在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无线长的直导线 细导线 它上面有电流I 现在我们要问 这个电流一定会在空间产生磁场 那么距离它R远 垂直距离为R远之处 有个P点 Z点的磁场 我们要问它是多少 这个时候我们来处理这个问题 你就第一个 就跟我们讲电场的时候一样 叫你求电场你就算算看 我总共学了哪一些求电场 计算电场的方法 现在这里也是一样 你就看看你学过哪一些求磁场的方法 这是我们第一个 那就是Build Savalot Build Savalot通常它是用在细导线上面有电流 这种状况 那么 所以一定是Build Savalot Build Savalot 要产生的这个磁场 我们首先是用微分式 因为你真的要积分 要积分 可是它每一个小磁场 它的方向可能不一样 方向如果会改变 就是说你这个DiDZ取的位置不同 然后它的方向就不同的话 那积分号里头不可以有向量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求这个 然后看看它会不会 它的方向会不会随着DZ的方向 DL的方向改变 然后我们再来决定 如果常数的话 那就马上积分 如果不是常数 就是这个不固定的话 那你就要取它的分量来做 跟电厂的味道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用的是Build Savalot Build Savalot原来的形状是 4%μ0 I DL DL cross S over S square 你写了这个东西 图一定要画出来 图一定要画出来 因为你图不画出来 它不晓得你这个什么叫DZ 什么叫做S 它不晓得 所以图一定要画 图画好了都标示清楚了 你说我现在要取DL 取到这里 这里是哪里 要有坐标 你说我这里 这个直线我取一个圆点O在这里 在距离O Z远之处 这是负轴 这是正方向 这是负方向 负方向的位置 Z远之处 我取一个DZ 这么长的一个 DZ这么长的一段 长度激素 所以DL它的方向就是什么 Z Univector乘上DZ 好 你就把这个带进来 带进来以后呢 你就把这个 算一下 Z Univector Cross S Univector Z Univector就是这个 Cross S Univector 它是什么方向 进入这个 进入这个荧幕的 如果这个是Z的方向 那根据这个圆柱 坐标 那这个 这个时候进入这个 荧幕的方向 就是Fi的方向 所以Z Cross S就是Fi 方向是Fi 大小就是1乘1 乘上夹角的正弦函数 算是一大 OK 就变成这个了 那现在我们就要看看 假如我DZ 位置改变一下 我移到这里来 移到这里来 在这个地方产生的 这个DB 方向没有变 它还是这样 所以方向是一个常数 方向是常数 但是这个θ是一个变数 你移到这里来 移到这里来 θ不一样 还有S也是变数 S也是变数 所以我们可以 马上就积分 没错 因为它这个 Fi是常数 可以提出来 但是这个里头 这些量 θ是变数 S是变数 Z是变数 那一个积分号里头 之中有一个变数 那你有三个变数 要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把这个变数 把它的关系找出来 我们三个变数 化成一个变数 好 那这什么关系呢 那我们就看这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里头 有Z 有S 有S 有θ 所以从这个三角形里头 我们可以看出来 Cotangent θ Cotangent θ 就是0边比对边 0边长度比对边的长度 这个长度是什么呢 是这个长度 因为这个Z是一个坐标 是这个长度 但是它的Z是一个坐标 是负值 它在圆点的下方 所以我们就用绝对值Z 就是长度 被R来出 绝对值Z 就等于负Z坐标 负Z被R出 那从这个式子里头 我可以得到Z 等于什么呢 等于负R Cotangent θ 负R Cotangent θ 好 那么 这个式子 因为我们这里有DZ 所以你要把这个左右 都微分一下 DZ 等于负R Cotangent D Cotangent θ D Cotangent θ 它是等于负Cos 跟平方θ D 这个要记一记 这个我们在电学已经讲过了 那时候是Tangent θ 的微分 那现在呢 Cotangent θ 微分 记一下 它DZ 等于这个 然后S呢 S R 我们知道R R over S 叫做Sin θ 倒过来呢 S over R 就是Cosin θ 我们 现在你看 Z可以变成θ DZ也是θ S也变成θ 那我们 通通都化成θ 好了 所以B长 它就等于这个 3C的还是在保留 DZ 就是这个值 S平方 就是这个值 你最好 就把它写 原原本本的写出来 你不要 以为你心算很快 一下子就写出这个来 万一要是出了一点差错 你要回来Check的话 像这个就很好Check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 平方 如果你一下写成这个的话 你无从Check 你还要重新再写一遍 现在这样子 R平方跟R约到一个 提出一个R出来 里头Cosin平方约掉了 那就剩下sinθ Dθ 这个积分就是 FuCosin θ FuCosin θ 0到π 那就是2 2倍 所以 就是这个2 所以就是 这就变成2πR 分之muling i 方向 就是φ的方向 这个可以当公式来用 可以当公式来用 就是长直的导线 有电流R的话 在距离它R远的地方 它的磁场就是这个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积分 你要怎么算过来 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 之前讲的一个电荷 带有Lamina库伦的电荷密度的一个直线 这里产生的电场 味道差不多 所以长直导线上电流R 在垂直距离R处的电场 就是这个 这个可以当公式用 我说过 这个磁场 我们先来看看 得到这个以后 看看这个磁场 它有什么特性 它的特性 第一个 磁场的大小 跟电流R一层正比 跟垂直距离R二层反比 我们这里 就知道这个 这个可以帮助我们 记忆这个公式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磁力线画出来 它是这样子的 一圈一圈 不止这一圈 那底下还有 我就是没有画 画的我们都看不清楚了 你看 这个磁力线是什么 封闭的 封闭的 磁场的方向是Five的方向 那这个我们就可以用 所谓的右手定则 我们竖起我们右手 竖起大拇指 四个手指头弯曲 如果大拇指的方向是电流的方向 那么 小指头弯曲的方向 就是磁力线的方向 那磁力线任何一点的切线 就是磁场的方向 你看这个磁力线 磁力线跟电力线的定义差不多了 就是越密集的地方 磁场越大 这个宽度越宽的地方 就是比较稀疏的地方 就是磁力 磁场比较小 所以磁场是跟R的一次方称反比 越远的地方磁场越小 越靠近它磁场就越大 那么你如果电流是从这里流出来 它磁力线就是这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圈一圈 越来越宽 越来越宽 就是越远的地方的磁场就越小 好 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这是一个圆形的线圈 半径是R 上面带有电流I 那我们现在要问 这个电流它会在空间产生磁场 对不对 有电流就会产生磁场 那现在我们要问 经过圆形 跟这个圆的面 垂直的一根轴 我们称它叫做中心垂直轴 我们利用它叫做Z轴 朝这个方向是Z的方向 在Z轴上面有一点P P点 它距离这个圆形是Z轴 问Z点的磁场是多大 P点的磁场是多大 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看了 现在要我们求磁场 我刚刚说过 你求磁场的时候 你就先算一下 我学过哪一些 求磁场的方法 现在当然只有 Build Savva Law 那你就 把Build Savva Law 先写出来 刚刚内提也应该先写这个 因为那个篇幅 不够写 所以我就省略了 先写这个 好 你这个式子 你要知道怎么用它 我们很多同学 他都是平常不太做细题 考试的时候 他就把所有的公式 写在一张纸上面 然后把它背起来 他以为背了公式 到时候他就会做题目 其实不进来 我就是把这个公式告诉你了 就用这个 叫Build Savva Law 要求这一点的磁场 你现在怎么下手呢 你就要知道 这个里头是什么意思 DL就是说 有电流的导线上面 我找一段长度 很小很小的 一个长度激素 比如说在这里头 我就在这里 找一个长度激素 DL朝这个方向 因为电流是这个方向 DL朝这个方向 有了 DL S是什么意思 S就是DL 到P点 你要求磁场的这一点 它的距离 就是这个距离 S unit vector 就是从DL 到P点这个方向上面的 一个单位向量 你都认识了 都知道了 OK 那你现在就 就很好做了 因为DL 因为DL就是跟缺面 在缺面这个面 面上面的 然后 这个 S unit vector 是在这条线上面 这条线上 这个是中心垂直走 那么 我们知道 这是中心 中间垂直走 所以 从这里到这里的这条线 一定是跟DL要垂直 不管你DL在哪里 从这里画到DL的这条线 都是垂直 所以DL跟S unit vector垂直 所以 DL cross S 这个当中就是 夹90度 3C就是 390度 就是E了 所以它就变成I DL 这就是E就不要写了 所以这个式子 就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是大小 它有方向 DL 这个方向 S unit vector 是这个方向 所以你这个 用右手比一下 DL cross S unit vector 就是DB的方向 这个方向一定是什么方向呢 就是跟这个垂直 也要跟这个垂直 也就是跟这个面 跟这个面垂直 这个面就含有这两个相量 跟这个面垂直 我们不好用什么方向把它表示出来 我们就图画出来 图画出来 所以各位同学 你做西题 一定要画图 要不然人家不晓得你这个里头的符号都是什么东西 好多东西 写了半天 这个成那个 那个成这个 根本看不出你是在讲什么东西 那种表达方式不好 我们写出来的东西表达出来 就是让人家一看就明了 所以你画个图 DB在这个方向 那我们现在就要看看 马上要积分 全部的电流在这里产生的磁场就是积分 那看看这个积分 DB的方向 会不会因为你DL取的位置不同 它这个 指的方向也不同 那现在我们看看 你把DL取到这个地方来 取到这个地方来 结果它在这里产生的磁场 就是这个方向 大小跟这个一样 夹的角是这边 偏这边θ 所以DB的方向会改变呢 会改变你就不能积分了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就把DB这个向量 分成分量 一个就是圆Z轴的分量 一个就是圆 跟这个轴垂直的 这个我们叫做transverse direction 横向的方向 所以我们 由于DB会随着DL的位置而改变 所以我们就把DB 把它分成Z component 跟transverse component 这两个 这两个component我们说 有一个我们可以由它的电流的对称性分布 可以判断它的最后积分的结果等于0 就是这个transverse component 你看DL在这边的话 DB在这里 Transverse direction component朝这边 如果你在这边有一个DL 它DB朝这边 它的Z component还是朝这一方向 但是T component 是朝这个方向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将来我们积分 Transverse direction 就是一对一对的 消掉了 等于0 所以 由于电流的分布 对圆心是对称的 所以这个积分 现在就剩下DB 就等于这个了 所以积分的话 B就等于DBZ DBZ DBZ就是这个 它就等于DB的cosθ 方向是指的Z component 这个时候Z component 整个都是一个常数 可以提出来 里头就是DBcosθ 现在我们再把 这个DB带进来 DB带进来 4π分之μ0 S平方 I当然是常数 可以提出来 S就是DL到这里的距离 那就是从圆周到中心 垂直轴上某一点的距离 这大家都一样长 所以S也是常数 可以提出来 那里头只有DL的积分 就是你绕一圈的长度 就是2πRs 对不对 2πR 就是2πR 就是2πR 2πR 2跟它约到 剩下2 π约到了 R在这里 其他的都保留在这里 所以B场 值就是这个值 好 这个值 当然是正确的 我们是 做了半天 没错 不过它的表达的方式 不理想 原因就是 这个θ是你取的 别人可能不写C type 他写α 或者是φ 或者是γ 都可以 你一般50个同学 他用十几二十种写法 所以 用这个方法表示不好 因为 每个人的表达都不一样 你这个用S也不好 因为有的人他不用S 他这里不用S 他用R 这个Univetal也用R 所以我说你 你把这个写出来 你图要有 你上面所有的符号 图上面都有 别人才看得懂 你这个S也是你取的 这样表达方式不好 我们要用 它原本给我们的参数 它有R 要原本给我们的参数 用这个来表达 那怎么办呢 那现在我们就 看这个图 图 我们得的结果是这个 S是什么 S从这个三角形来看 它就是R平方 加Z平方 它有Z R平方加Z平方 开更好 那Cos Theta呢 0边 B上斜边 R比上S 所以我们把这个 带进去 先带这个好了 Cos Theta就变成R over S 这R就是平方 S就是三次方了 那带进去呢 B长就变成这样子 Cos Theta现在就是变成 这个S有三次方 变成这样 这个就是 大家做出来是这个 那就一字了 因为我们题目给你的 参数就是这些参数 这个值很重要 要记起来 以后常常会用到 常常会用到 一个带有电流的线圈 在它中心垂直轴上 Z远处产生的磁场 以后可以把这个 当做一个磁场的基数来看待 再来积分 这个要记住一下 好 现在我们说 这个是什么 距离原星Z远处的一个磁场 如果说 我批点是在原星上面 原星上面就是Z等于零 就是一个圆周 有电流 它的原星处的磁场 你就把Z当做零 那R平方的三分之三次方 就是R三次方 就是R三次方 这个地方 可能写错 这是2R 这不是R平方 这个一开方是R三次方 跟这个约到是2R 2R分之μ0I 这个平方没有 这个我写错了 中心是这个 现在我们有一个 第一个新的物理量 新的物理量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线圈 它是一条导线 绕N扎 每一扎的电流都是I 那么这个线圈 它的面积向量是A 它有N扎 电流都是I 那我们就说 这个时候 这个线圈 你看它这里会 一条线的话 这就会产生磁场 磁场就是从这边往这边 就是S往N的方向去 所以这个就好像是一个 有点像磁铁一样的 那它就有一个所谓的 Magnetic Dipo Moment 我们用M 往这里用M向量来表示 它就等于什么东西呢 等于Ni 就是你有N 它电流是I 总共有多少圈 乘上它的面积向量 面积向量 这就是这个我们称它叫做 磁矩 这个M就是这个线圈的磁矩 Magnetic Moment 也可以叫做Dipo Moment 但是我们审论叫Magnetic Moment 但有的书上面 它是用Mu向量来表示 用Mu向量来表示 那我们现在暂时用这个 所以你学电子学有很多同学 买好多参考书 但是每一本用的符号都不一样 所以看在一个头两个大 你就先把一本书看懂 看懂以后呢 它再改 它把M换成Mu 就换成Mu了 你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 你把一本书搞懂了 那你这些参考书呢 里头的内容都可以做参考 你还不熟的时候 你买二十本参考书 那你就看不下去了 这个是Magnetic Moment 记住这个是二R分之Mu0i 不是R平方 是二R 我前面那个平方 是错的 将M带到这个前面两个式子里头去 这就是P点距离圆形Z元处的磁场 这个是圆形的磁场 带到这个里头去 结果这个B场 你看这里 R 我们上分子分母都成一个π πR平方就是这个圆形线圈的面积 面积乘上电流就是Magnetic Moment的大小 再乘上Z 你看这个正好就是这个面积向量的方向 跟这个圈面垂直 所以把Magnetic Moment带进去 它就是这个 所以你可以记得 有时候用这个表示 有时候用这个表示 那当然 你如果要看线圈中心的磁场 就是这个自然 那你上面也成一个πR平方 上面要乘一个πR平方 那这里也称πR平方 就是πR三次方 πR平方就是面积向量 面积向量的大小 这个就是Magnetic Moment 因为它只有一扎 乘上这个 所以圆形的磁场 线圈中心的磁场 用这个表示 或者你要用Magnetic Moment的话 就是这个 所以我现在就是把前面这个 重新笔场 就是这个当中我们跳过 就是这个到这个 你可以用这个表示 πR平方的磁场 也可以用这个表示 如果原心的磁场 用这个表示 或者用这个表示 这个就是特别大家注意 以后要用这个式子的机会很多 好 再来我们就看 两根导线 分别带了I1跟I2的电流 方向都相同 画的都相同 这是无限长的指导线 它距离只有低远 是求两个导线之间 单位长度的相互作用力 就是他们之间 彼此会有互相信的力 我们要求这个力到底是多大 好 这个力多大 好 那我们首先就考虑 怎么会有力呢 两个导线只有电流 怎么会有力呢 然后他要我们求力 他一定是有力呀 那这个力是怎么产生的呢 那我们就回想 我们讲过 带有电流的导线 在磁场里面会受力 他有电流 他有电流 在磁场会受力 他这个磁场是什么 他没有告诉你 但是我们又知道 电流会产生磁场 对不对 电流就是有电荷在移动 所以移动的电荷会产生磁场 所以我们就知道 原来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 我们电这个第一个导线 上面的电流 I1它会产生磁场 它就会在I2这个导线上面 产生磁场 叫做B1 然后I2这个导线有电流 在磁场里面它就会受力 对不对 于是我们分析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做了 我们说 先看B1产生的磁场 在这里 就是在I2这个导线上 产生的磁场 大小是什么 我们前面才学过的 它就等于2π 本来是用R 对不对 现在就是D 2πD μ0I1 就是用长直导线上面 产生的磁场 然后我们就说 I2这个导线会受力 这个力呢 我们就用 Fm等于I L IDL 来积分 因为它是直导线 我们干脆就用 I2 L B1就可以了 不过我们这里 要看一看 这个向量 我们现在就是在 I2这个导线上面 取一段长度 取一段长度 是L的 这个地方当然就是用 用长度激数 I2 DL Cross B1 就是这个 就是这段导线受的力 它积分以后就是 我们说有L长的这一段 积分 就是这个 DL Cross B1 DL 就是I2的方向 Cross B1 朝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就是 负半径 向内的方向 圆柱桌标 半径 我们是用Row来表示 所以它这个方向 就是负Row的方向 它是 I L B 因为它是直导线 I2 L B1 然后再把B1 带进来 就变成这个 所以 它所受的力 就是等于这个 这个力 就是L长的一段导线 所受的力 单位长度的 所受的力 你就把这个L除过来 Fm over L 单位长度所受的力 我们整理一下 就变成这个 在这个里头 我们要注意 这个力的方向 这里写在Full Row Univector 朝这边 现在是怎么样 I1 I2 是同方向的时候 是这个 也就是说 你遇到这个问题 你得到这个结果 要注意 到底这两条线 是吸引力 还是排斥力 那还要 除了这个之外 这是Full Row 还要看I1 I2 的方向 如果I1 和I2 同方向 都是正 也是正 两个都是F 也是F 都是F 也是正 所以它就是 吸引力 如果一个 方向相反 所以一个正 另外一个就是F 那乘起来就是F F 的正 那就是排斥力 也就是说 这两条线 如果电流 方向相同的话 它会互相吸引 如果电流的方向 相反 它会互相排斥 这个概念要记住 以后我们再讲磁力的时候 要用到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 现在我们就要计算 上面我们是讲到 Build Savalot 磁场 磁场 的一个来源 一个理论 就是Build Savalot 我们也举了例子了 现在我们要介绍一下 磁场的闪度 跟旋温度 首先我们看磁场的闪度 Diverging B 是什么 我们先来这里看 这里有一个 Source Region 圆区 圆区都在这里 就是有电流 密度的地方 都在这里 圆区 那么它一定会在周围 产生磁场 周围产生磁场 这个磁场 因为它是连续分布的 我们就可以 在这里 我取一个参考点 我说 要求这一点的磁场 是相对这个位置来说的 那这个里头 我就可以取一个 这个 这就是在Build Savalot里头要用的 等等我们写出来 那个基数 我们用的是这个 Build Savalot 我们刚刚不是说过吗 如果是用 细导线的话是 I DL Cross S Over Univector 如果是 体积 电流密度 那就是J DT 这个 那我们现在就说 我就要取一个DT Prime 这个地方的电流密度 是这个 就等于要取这个 电流密度 因为你这是积分 先有小的 基数 产生一个小的 磁场基数 这个 我写这个式子 就是原来我们是 IDL 现在就改成这个 那我就把这个 左右这两个 式子 去 散度 Diver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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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这边就是 Divergent 这个 因为 以后要计算 你这个写得太仔细 这个 看起来很 就是 很乱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S' 这个 就是它的位置 对这个 圆区 对参考点的这个 坐标 我们就审阅了 其实它就是 S' 两边去 Divergent 那我们现在要问 Divergent B 是什么 Divergent B 就是这个东西 那我们就要计算 这一边 我们按照向量乘法的一个横等式 我们知道 这个向量取Divergence 这个就是这个 它可以变成 我们这个也可以说 我们就直接展开了 你把这个当常数 它operated在这个上面 那就是这个向量 Dot Dot 这个 Cross 就是它 不是这个 我们还是有这个 向量很等式 这个就等于这两个向量 一个是这个 再来一个就是 J Dot Cross 你也可以说 这个Dot一个 它Cross 到这个上面 这个要记一下 常常用到的 就是说你这个横等式 这样子的 好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呢 写成这样的东西 好 因为 Curl 不是 这个 这个Dot Cross J J 我们就把它写出来 因为这有prong 这个 这个有这个 这个没有打prong的 它就是对R 为分 它不是对Rprong为分 它是对R为分 好 因为这个 这个函数 J 它只是跟这个 圆区的这个位置有关 跟你这个位置没有关系 所以你就做一个Curl的话 它就是0 所以这个就是0了 然后再看这个是什么 那你就把这个东西算一下 用行列式 迪卡尔坐标 单位向量 它的三个component 然后S 我们就用这个 S 为什么可以用这个呢 就是我上面乘上一个S大小 下面再乘一个S大小 这就是S三方 上面 S乘上这个 就等于S Vector S Vector 而S呢 它是等于R-Rprong 所以它的三个component 就是XX' Y-Y' Z-Z' 是这个 那你现在把这个 展开 行列式展开 你会发现 这个等于0 我这里就不展开 你们可以自己展开看看 等于0 也就是说 这个也是0 然后呢 这个也是0 那我们就得这个东西 是0 因为这个是0 这个也是0 那这个不就是0了吗 所以Divergent B 就等于4% μ0 这一下 而这个等于0 那它就等于0了 所以我们就得到 一个闪度的 磁场的闪度定理 就是 就是 Divergent B 要等于0 Divergent B 等于0 那么 我们再把这个 利用这个 Divergent Theorem 磁场的 磁场的体积分 要等于磁场 的一个 封闭面的面积分 因为这个是0 所以这个 也就是0了 所以我们以后呢 所以磁场的Divergent 就是这两个 要记住 这大定律 这就等于磁场里头的 高斯定律 V分式是这样子 七分式是这样子 你看这个 如果是电厂的话 Divergent 电厂 它是等于Rho over Epsilon 0 它本来有个Rho Rho就是 像这个Rho呢 它就是Q了 Q over Epsilon 0 它就是这个 封闭面里头 所包含的 这个 电量 磁场呢 你如果说 它也有一个 磁赫 被Epsilon 0出 那也就是说 磁跟电不一样 电有正电荷 有负电荷 但是磁场呢 你任何一个磁铁啊 它总是 阳极 它北极跟南极 在一起的 有北极的 旁边就有一个 南极 所以你画一个 Crossed Surface 你不可能把它分开的 所以 就是零 这就是 Epsilon 0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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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两个极 是同时存在 不会像这个 电 正电跟负电 可以分开 这个磁 分不开的 以上二式 称为磁场的高四定律 这是磁场高四定律的积分式 这是磁场高四定律的微分式 我们现在介绍磁场的旋度 旋度 一根细导线上面 我们前面不是讲了这个例题吗 P点的磁场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按照这个样子的话 就是这个 假如长直的导线 向正方向 另外应该还有一个图 要不然它这不是出纸面 它这个是朝上的 磁场是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进入纸面的 进入纸面的 OK 那现在我们 如果现在 圆座以导线为圆星 半径为S的一个圆周上面 做一圈封闭路径 线积分 就是说这个磁场 这个磁场就是P点的磁场 我们以这个任何一点的磁场了 那这就是2πSμ 不是R 任何一个 这S不是这个S 是垂直的 这个S不是这个S 这S应该相当于R 圆着这个 就是封闭路径的积分 你看我们B 到的DL 然后B上 这个是等于这个 这是个常数 可以提出来 然后DL积分 就2πS 这也是2πS 约掉了 那就是μ0I 所以我们就 得到一个很有趣的结果 就是一个长直的导线 旁边的磁场 圆着某一个路径 做封闭路径的积分的话 它的直就等于μ0 乘上I I就是被这个封闭路径 包在里头 穿过这个封闭路径 这个面的电流 现在当然只有一个电流了 就是这个细导线的电流 如果说我这里 不是一根细导线 而是一捆细导线 有好多条细导线 它的总电流 它的总电流是I 它里头有I1 I2 I3 I4 等等 而且呢 朝上的I 跟朝下的I 大小相等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削掉 可以把它削掉 可以把它削掉 那这个时候 这个 它的总电流 比如说是I 一捆电流 那每一根 都是I 那么它总共就是你有 多少根 那就是这些电流总和 就是I Enclosed 那么这一捆电流 每一个电流的I 都会在这里产生一个 如果做缓展机的话 都有一个muling I 那么一捆的话 每一个都会有一个 muling I1 muling I2 等等 全部加起来 全部加起来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写成 这边的B厂 就不是一根的B厂 是一捆电 一捆电流导线产生的磁场 这是muling I enclosed Ienclosed 就是包含在这个里头的 这电流 那这个时候电流 我们就可以用 电流等于电流密度来 来表示 这个S跟C就有关系了 这个S代表面积 C就是 这个面积周围的一个路径 封闭路径 可以用这个来表示 用这个表示 所以 Ienclosed 就表示 封闭路径所围成的面 所有电流的总和 就是刚刚这个 前面的式子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用 Stock Theorem 把这个用 用Stock Theorem Stock Theorem 就是这个 的封闭路径积分 可以等于B厂的 旋度 U.DA 这个S就是 这个路径 围成了一个面的面积 它就是等于这个 那现在因为 这个积分也是面积分 这也是面积分 Keruby的Muling J 这就是磁场的旋度 当然我们这里 我们普通物理 也是这么导的 很快就可以导出来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 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 我们刚刚用的导线 都是直导线 对不对 无限长的直导线 但是其实 这个不一定 只用的直导线 就是说你只要有导线 带有电流 这个电流是穿过这个面的 穿过这个封闭路径 所围成这个面的 都算 并不是只要有直导线 所以这个导出来 只是一个 我们积分还学的 不太够的时候 我们普通物理阶段 用的一个方法 实际上呢 我们要用以下的这个方法 真正的我们要用以下的方法 好 我们说 这还是刚刚我们所说的 这里有一个圆区 一个有电流密度的分布 在B在 这一点产生的磁场 R位置产生的磁场 这个B 我们用Build Sub-A-Law 不就是 就是这个东西吗 对不对 就是这个 那现在我们把左右 都做一个旋渡 做一个旋渡 再用向量的乘法 Curl up这个向量 那么 这个就是向量的 很等式 它就等于 J 乘上Divergent 这个向量 减掉J.Gradient 乘上这个向量 要注意这个J 这个地方的J 就是 它是S'的函数 这个都是S'的函数 我们把这个 用这个横等式 带进去 那么 就是我们先把这个 算出来 你看 这一项 是什么 我们前面不是介绍过Delta吗 Delta Function 它就是 等于J 这是J乘上这个 这括弧里头 这个可以等于4π Delta S 这个是 三维的Delta Function 第二项呢 第二项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这是J 这个Del 符号 没有打Prom 它就对R为分 对R为分 那我们 那我们 比如说 它 对这个 它对这个 为分 跟它对这个 为分 差一个符号 一个就是 对S 对R为分 一个对R'为分 差一个符号 于是这个就可以写成这样子的 那我们这个式子里头 在上下乘一个S大小 所以这就是S三次方 这就是S的Univectal 就是S的Vectal 好 我们计算这个 我们先计算它的X分量 这个有三个分量 这个S是得R-R' 所以它就是X-S' Y-Y' Z-Z' 这是它的三个分量 我们计算X分量 那就是这个 的X分量 我们只取这个 X-X' 那么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 我们等于说 你就先看这个 这个做一个Divergence 我们直接来演算 可以这么演算看看 你可以把 这个当作常数 它 Divergence Operated在这个上面 那它就是 J Gradient的这个 再简单 它呢 再简单一个 你把这个当常数 它Operated在这个上面 就是这个 这个应该拿过来是加的 它等于这一项加这一项 这个放在这里 它就是这一项 它就等于这个 这个式子 好 我们再看 这是我们刚刚倒出来的 如果这个电流 是一种稳态的 稳态电流 它的Divergence 就是零 就是零 就是说你 你电流 都到达稳态了 你流进去多少 流出来就是多少 所以它里头的 Current Density 它的Divergence 就是零 Divergence J就是代表 有电流密度流出来了 电流密度 那里头的 它就等于Full Rho Over Epsilon Zero 那稳态的话呢 那它的这个电流密度 还是保持零 你流进去 它就流出来了 所以是这个 这个等于零 这个等于零 那我们再看这一项 这个等于零 那它这一项 我们又 这一项就是这个 这一项就是我们刚刚从这里变过来的 它的这个X Component 其实你继续把这个当作负的这个Prim也可以了 X Component 它就是等于 等于 你现在因为这个 这个X Component 就是这个东西 因为这一项等于零 它就变成这一项了 它就只有这一项了 它本来是等于这个 因为这个等于零 它就等于这一项了 那么我们把这个式子的右端 做一个体积分 把这个式子做一个体积分 体积分我们然后再用 Divergence Theorem 体积分变成面积分 这个的面积分 如果我现在把这个积分的体积 扩充到所有的空间 并不是我刚刚只画的那一小块 所有的空间 All Space All Space的话 它的这个表面 就在无穷远 这个是表面 你刚刚那个有限区域 它的表面就是那个表面 你如果扩充到无穷远的话 无限大的话 这个表面就是无限大的空间包在里头 那这些量都是指这个无限大空间上面的量 这个量 所以这个表面是变成无穷远 无穷远处的电流密度就趋于零了 其实它的电流密度没有变 只是我把这个体积扩大而已 电流密度还是刚刚那么一点点 那个区域的值 所以你跑到这个 现在这个是代表无限大上面的这个电流密度 那它就是零了 去无穷远的地方 那所以这个approach is zero 那因此这个值变成无穷大的话 它就变成零了 变成零了 OK 那现在我们就说 这个量 这个做一个体积分 它就是这个向量的体积分 它的x component 那等于这个 其实这个del-prong跟del就在一起 因为这个等于零 这个等于零 等于这个 等于零了 所以我们说 这个整个的积分就是零了 因为这个面积分 这个去无穷大的话 这就是零了 那因此 我们就说 这个 这个的体积分就是零了 那么我们就说 这个体积分就是这个体积分了 所以这个体积分就是这个体积分了 这个体积分就是零了 等于零了 这是x component是零 那y component 这就是y-y'Z' z這樣子 跟这个情况一样 都是零 于是其他分量也是零 所以 整个这个向量的 这一项就是零了 整个就是零了 这个是零 而这个我们刚刚说出来是等于这个 那我们把它带到这个狮子里面去 刚刚我们是一项一项算 一项一项算 这个就是这个 而这一下就是零了 所以Curl B就等于这个 那现在这一项是零了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那现在它因为这个 这个是等于这两项 这两项 那么这一项是零了 那只有这个 是等于 就这个存在 那它就等于 4π delta function 当我们用delta function的时候 那就是说 这个时候它是s' 这个是s' 如果是s的话 那就是说 这个s'等于零 就是说你这个点 就是在这个里头 不是在很远 很远 就是在这个里面 那就是 它就等于4π mu0 4π分子mu0 乘上4π j 就是s' 这个s'要等于s' s'跟这个 s'是r'-r' r'-r' 而它就是r' 所以说你这个r' 要等于r 所以或者是说你这个 就是本来我们这个 这是r' r' s是r- 剪掉R' 只有R' R'等于R的时候 它才不是0 R不等于R'的时候都是0 也就是说你这两个 它必须在这里它才不会是0 也就是说它这个J 本来我们是用S 现在就用R都没有关系 所以Curl B就等于μ0J 我们就得到这样的一个实质 这个就不像我们刚刚讲的 有一捆什么长指的导线 不是 我们用这个状况得到这个实质 然后这个叫安培 因为实产安培定律的微分式 就是安培定律的微分式 那如果我们再用这个 Stokes Theorem 这个B厂的封闭路径积分 等于Curl B它的面积分 而这个等于面积分 Curl B等于μ0J J.A 那这个就是电流I 电流I 所以我们就有这个实质 这个是微分式 这个是安培定律的积分式 我们就导出来 旋度 时长的旋度 有这两个定理 安培定律的积分式 这个是微分式 这微分式 好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就来看看安培定律 我们知道安培定律了 我们现在来应用它 怎么用它 我们用它来算一些问题